剛說到部分台港名人 都愛找鐵板神術算命 其實這有不同的派別 台灣也有 據傳算出了保來證券總裁 白文正的死結 如果是真的 怎麼沒有化解這結束呢 他就是台灣鐵板神術大師 林靜德 原本就是一位出版商 他的師父弓箭老人 隨著老蔣總統來到了台灣 不但成席 逍遙子一派 還把密集帶到了台灣 後來弓箭老人生病 他日夜照顧 感動老師獲得真傳 和香港鐵板神術不同的是 台灣逍遙派鐵板神術 算命者的六七生肖是核對出來的 並不是算出來的 九三六五三 九三五三 對 過命要年輕 對不對 好 血壓 打人接機 壓 拖堆完所有資料之後 老師會把算命者的八字 和六七的生肖 換成一系列的數字 再套入公式 以算盤推算出 一條一條的數字條碼 再從一萬兩千首的詩句裡面 找出屬於自己的詩句 九三五 九三 來 一扇周旋加一筆句 最後將詩句集合成 一本專屬個人的演入 不像其他的算命術 有模糊的空間存在 鐵板神術的詩句 直接斷己胸 黃文陽給我算了 命書寫說 他帶來第六年 流年第六年 他帶來為死 林老師說 黃文陽在2002年來算過命 當時鐵板神術 就在他五十七歲的流年裡 批出 菊緣雙農夢一場 宇宙催斷連禮之 烏雲在天空 而且烏雅怎麼樣 還彈斷你的連禮之 連禮的字都會彈斷 就是他帶來為死 黃文陽當下看完 沒有再詢問下去 五年之後 他的妻子陳靜雯 因為胃癌過世 鐵宿集團寿東 紅人集團董事長 王文陽夫人陳靜雯 因為罹患未血癌 已達末期 經過長歌醫院急救無效 宣告不治 得年五十二歲 不但算出 王文陽的妻子病逝 林老師還替他排出 紅粉之急解心愁 因禍一劫最難檔 把王文陽和呂安妮 之間的關係 做得最貼切的解釋 林老師還說 鐵板神術曾經算出 錢保來證據總裁 白溫正的命運 點熱到太陽下 白溫正妻子魏敏春 蹲在丈夫身邊 一個多小時 不提的擦眼淚 2008年7月 白溫正被發現 在彭湖跳海青森 林老師說 當初有一位自稱 是白溫正的祕書 拿他的生成八字去算命 算出了是非青森 憂悶難解 樹崩絕煞孔情森 季節消災 以藻型的條文 寫說他恐怕會青森 樹 恐怕樹崩絕煞 恐怕會青森 青森就是身體會青森 跳樓一跳 他跳碎石 但後來這位秘書 都沒有來找他拿秘書 直到百溫正過世 他始終不知情被算中這個結果 我打電話給他 叫他來拿秘書 他一直說 應該不來 不然啊 我那位黑溫正 說應該早一點 寄生季節消災 他沒有做季節消災 所以大概 真的是 死掉 林老師說 如果白溫正早一點知道 生命也許能轉還 我們因為林老師說 命中有三子 兩子壽老 和我們張审親 最後我記得他 只有他有三個小孩 只有兩個壽老 兩子壽老 值得適合原配水生的小孩 他的惡法便美麗和兒子 最後選擇回到 澎湖的傷心地 吊唸至愛 我儿子跟我想说一定要去那边去看看 因为我儿子没去过 所以就必须去那边祭拜 所以他生起来很喜欢送我玫瑰花 每年生日都还会送我 那我就带了花去献给他 希望他也到另外一个国度 能过得快乐一点 这会让前总统陈水扁亲自带上勋章的 就是前军情局长薛时明 在他还是马防部司令的时候 就曾请教过林老师该不该退休 由林伟人算出来 第一条林伟人的文化算出来 原生数据然后 我说你应该退休 后来薛时明选择相信 铁板神术预言先不退休 结果在2000年的时候 被前总统陈水扁重用 身为金榜副司令 之后更接掌后备司令 最后还高升到国安局长 他原来要退休一下 结果还用手段 这就是铁板神术那一句话 命中大难 根本最重要 他要不要退休 他假如那一年退休 今天接触你总会爬上国安局 只是林老师说 他算铁板神术快20年 到现在还充满好奇 为何在1000多年前 宋朝绍康杰就能编出 这一套计算公式 还有一万2000首的诗句 竟然都包含所有人生摆态 他为什么那一套 会排在一天那里 这个我还找根找不出来 信不信有你 不过林老师说 这一行的大机事 不能替自己和家人算命 但也提醒 知命算重要 但即使算出了凶兆 还是可以透过行善改变命运 因此保有乐观的心态 比算命的结果更重要